來看今晚最新的選舉結果 縣長選舉今天晚上出爐 而縣長林聰賢是連任成功 隨後他也在西南競選總部 發表當選感言 感謝宜蘭鄉親們的支持 透過鏡頭來聽看看他是怎麼說 我相信跟支持 同時有很多的肯定 在這邊我要再次的 謝謝我的現任好推 也要謝謝我所有的團隊 包括進行團隊 跟所有支持我的所有的行政團隊 跟所有的鄉親 在這邊我也要特別 來跟所有的鄉親報告 我們還是會秉持花一心當晚走 來勇敢接受我這樣的承擔 選舉結束就是合作的開始 剛剛我也特別打電話 跟我們民主候選人邱署長 通過電話 他也非常有風度的希望 在他精選期間 提出來對複佑、招商 或者是宜蘭健康的相關的政見 只要對宜蘭整體有利 對縣民有利 我想我們都會 韓納各界好的意見 尤其這次我們公開辯論 有12位代表公民團體的提問 提出很多寶貴的意見 這可以列為我下一個階段 在推動縣政升級 一個很好廣度跟深度的寒冷 最後還是要跟我們所有 宜蘭縣的民主聖地的主人 我們一起為我們新的時代 開始要刻畫新的底層 從前願意在這個過程所累積的 所有的智慧的結晶 經驗的傳承 我們都化作行動 最後我還是要特別來跟我們邱署長 來做互相的美麗 剛剛邱署長所提到的 相關他覺得是善了心環 對宜蘭有利的 我們希望能夠奔進合集 他在中央 我在地方 我想就會形成良善的 這樣的合作團隊 我們在這邊互相美麗 我想再次的謝謝 給我力量 給我成長 給我機會 給我承擔的宜蘭選民 謝謝大家 謝謝